好 这里是iLa Radio中文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里来宾已经到了 带来他的新书 而且要破天荒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过去我们一直难以齐口的问题 也就是企业不只是企业本身 还有政治角力的问题 到底我们现在应该要靠美国 还是要靠中国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都得到了一些答案 今天更是请到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欢迎一下我们电子时报DG Times创办人 黄清永 黄社长 社长好 云芬 还有中广的朋友大家好 好 我要先展示一下 就是社长的新书东方之盾 好 那我把它贴在粉丝团当中了 那么现在如果想要看社长的新书 或者看他本人的话 记得赶快先上一下我们的直播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 而且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社长其实有很多人都不敢提 这个中国的问题 或者是美国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经济学人有讲 在今年四月还讲台海危机 可是我们台湾都不关心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们也就把它忽略过去了 那你在书上为什么敢提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到底跟台湾又有什么样的一个 战略的一个影响 我其实我的上一本书里面提到 美苏冷战时期 日本 韩国 台湾是第一岛链 那现在中美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 日本 韩国 台湾还是第一岛链 但只是变成科技岛链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产业 就是半导体 那大家知道电子产品有两大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运算的功能 就是你的资讯来 我帮你运算算得快一点 资讯的传播速度就会快 第二个就是说 你所有的资料存储在设备里面 那个Storage 记忆体呢大部分在韩国人手上 运算的功能晶片大部分在台湾人手上 对 所以全世界你知道吗 全世界现在的航空公司只有三家赚钱 两家台湾的华航跟长荣 另外一家是韩国的韩航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百分之 在货啊 对 在什么货 百分之六十的半导体都卖给大陆去了 那我们飞大陆比较近 第二个 记忆体跟运算的晶片 在台湾人手上 跟在韩国人手上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岛链的过程当中 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如果是五十年前 旗帜分明 黑白分明 就是说你是共产主义 我是资本主义 这两个不太一样 各做各的 或者就是冷战吧 那现在你会发现说 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 有些零件能卖 有些零件不能卖 对呀 好你就开始面对很多很多新的挣扎 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有很热门的议题 台积电或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韩国的半导体公司 被要求提交商业资讯 对 好那我就 我其实我是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 那大概两多礼拜以前 有一个二十周年庆 那我是第一场的讲师 我就上台讲课的时候 我就谈了 献计献计献计 第一个计呢 是技术 我把技术献给你 就我们到美国设厂 就我把技术献给你 第二种 祭品的祭 也是献祭 你把我当祭品 好吧 那我也没办法 我就当你的祭品 那第三种就是说 我献一些计策给你 就你想想办法吧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意思呢 我那天讲了一句话 我就说 如果你没看过猪走路 怎么知道怎么杀猪 我的问题是 我们以前赞美美国人 你很会问问题 我们台湾人很会答复问题 就是说电脑 你规定我们要八百块美金做出来 我们就做得出八百块的 你要五百块没问题 交易型的电脑就是五百块美金 现在电动车三万美金以下 没问题台湾人干得出来 这个是台湾人很会答复问题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 美国人可能问错问题了 因为美国如果觉得 半导体的供应链 的确是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发展 好那你让我们知道 你要什么样的产业 那我能帮什么忙 而不是说 你现在把我所有资料都拿去 那我很难去回应 我要献祭 我要是大厨的话 我都知道煮菜要留一手 不能够全部交给你 更何况我今天是科技大厂啊 开什么玩笑 那就是谈判嘛 好就是说 我先知道你客户到底 你的对手 这个对手你到底要问我什么问题 还是你问的问题根本就是错的问题 那我怎么答复 所以问题可能在这里 我的意思是说 做晶圆代工晶圆制造 它是个非常专业的行业 举个历史来讲 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可能有12寸厂有8寸厂 那12寸厂我们可能用的技术 是28奈米 20奈米 16奈米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然后我把每一个不同的制程 塞进去对它最有利的客户 谁愿意付最高的价钱 我就卖给你吧 因为我只是单纯的帮你制造而已 拔存厂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运作的方法 它是非常专业的方法 台积电连电 他们都很专业 所以外面的人根本没看过这个表 那个数字怎么算的 你很难去理解 你很难去理解说 我应该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他现在说你所有的资料 我全部交给你吗 不可能 那怎么交 就变成说彼此理解的问题 现在我只是说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政治人物 不管是美国 中国跟台湾 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政治人物有他直觉的想法 科技业人运作有他非常专业的想法 所以这两个中间的落差存在 那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谁要去跟美国AIT 或者是美国国务院谈判 或跟大陆谈判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官方派的单位 可能对方都觉得说你是官方的 那如果是民间的呢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第二管道 第三管道去处理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媒体 如果你没有研究过 你怎么知道台积电有竞争力 所以你的意思是派你去就好了吗 我不一定是派我 我们台湾有很多专家 那我自己的朋友 有很多是这一方面很专业的人 不一定是一个人 他可能有不同专场 我可能知道一部分 比如说你像问我问题 那我得知道中芯国际 跟韩国的三星怎么干吗 那同时要懂中国大陆半导体业 同时懂韩国的半导体业 这种人不多 那有人懂技术 有人懂产业 有人懂市场 他差异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想说 这是一个人 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问题 他没有那么容易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昨天吧 中国大陆中芯国际的CEO 赵海军他讲 他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其实只贡献了全世界5.9个percent 他这讲这句话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我现在跟你说 以前台积电最好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华为 可能贡献了台积电 将近20%的营业额 这个就是他的设计能力 为什么 台积电是全世界最高档次的 晶圆制造的能力 你放在那边 占我20% 就表示你大概在全世界 你有20个percent的实力 现在问题来了 他如果不交给我们做 那他那20都没有 他自己做出来 大概就5.9% 你知道半导体产业 我们可以从最上面的IC设计 晶圆制造 到最后封装测试 每一个产业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半导体不是一个产业 最上面还有半导体设备材料 比如说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吗 2019年7月1号 日本就宣布三种化学材料 不卖韩国的半导体 对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干 因为日本有专家 知道说这三个 韩国会痛 那他为什么要打韩国 这因为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 其实日本人借了很多钱给韩国人 好 那日本人也协助韩国人 从那个废墟当中复兴嘛 所以但是你知道吗 1988年韩国举办汉城奥运的时候 韩国的人均所得只有日本的20% 然后呢到2002年 好像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 已经到60了 现在呢 是80 但是问题来了 你知道我看得懂韩文 对呀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韩国的媒体从来没有赞美过日本人 那日本人想说 我对你这么好 你挡在我前面没有错 你帮我挡北韩没有错 他说我对你很好啊 我建立很多钱 你知道韩国的47800亿美金的外债 里面有很多是日币 韩国很怕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 他要付出的利息就更高了 所以你知道韩国跟台湾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韩国的外汇存底 也有3000多亿美金 但他外债是47800亿美金 台湾几乎没有外债 但是台湾有54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 那韩国的外汇存 韩国的外债里面有三分之一 是短期外债 就一年之内要偿还本金跟利息的外债 一个月要还100多亿美金 所以韩国跟台湾的结构不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韩国人很敢花钱 嗯 所以这一次什么 元宇宙啊 Metaverse 对 那韩国人第一个选择 我们首尔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Metaverse的首都 我们台湾点点都没有声音 嗯 什么意思呢 台湾很有钱不敢花钱 韩国人没钱拼命花钱 这两个不太一样 那日本人认为说 反正我对你这么好也没什么用 所以三年两年前就用这三个化学材料去盯韩国人嘛 哦 那今年呢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7月的时候 东京举办奥运的时候 对 韩国媒体放话 说我们文在寅总统 可能在东京奥运期间访问日本 那结果日本马上回应说没这回事 这人不用来啊 哦 你要知道这个细节 他们两个这么不好啊 我只关心中美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先信一下广告 这个就牵扯回来跟台湾的关系 好 我们牵扯到台湾的关系 对 然后我记得你有讲 十年之后 十年之内你觉得老共不会犯我们 对 好吧 你敢这样说 待会讲 行 你问了我就敢讲 对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敢提这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台湾政治上是靠美国是真的没错啊 跟你中国又切不断 台湾有一定的实力 中国比较降低 你说跟中国搞成这样 然后中国的飞机在那边绕绕绕绕 你觉得日子会好过吗 我跟你讲 背后有一些不准 你看费用对你多好 因为现在有隔板不好放 你看费用对你多好 我们是好人 我们打书打成这样子 谢谢 写书写给社会的 我觉得写书是要影响力的啦 我写一本书可以赚一百多万 怎么这么好赚 不是 不好赚 我光教稿八次 每一次八个小时 哦 你说你的时间啊 你不会给别人叫啊 你这么放心 我的秘书是台大新闻所 美国克林比亚的政治所 他两个硕士 他帮我叫稿了 他叫我还要叫 因为有些专业的东西 对啊 我叫稿也是 对啊 也是会有硕制 好 我们待会来谈谈 拉回来这个问题 哎呦今天都是灰色系谁会留意啊 有默契有默契 我天气今天真的是比较凉一点 不然我就穿少一点 对啊我这一行看你有很多论坛啊 看下很多的论坛 我们很忙啊 对啊 没有我就说我现在公司经营压力比较小 说实话 我干部也不错 好那我也尽量授权 细小operation我都不管就业绩越来越好 那很好啊 那就说发奖金给大家 可是我记得以前你们都是出报告啊 有很多的 有我们还是出 我们出300多本报告 现在还是出 我们报告卖得很好 哦 大概今年大概20几个百分比较 你知道我们今年身旁最大的部门是英文版 我命运非常好 买你的报告 英文版的报告 国外的英文的收入越来越高 而且你知道 Seattle有三家很有名的科技公司 其中一家 光英文版买了两百多万 我根本不用出门 哦 我已经找到台湾媒体的发展的 另类模式 我慢慢成功的 说真的 我已经慢慢就是年长了嘛 你就是要准备退休啊 我干什么 不要退了吧 退休多无聊啊 呃 大概不会一下子退了 但是我只是说 因为这是天经利益的事情嘛 你本来就应该协助下一代人接班嘛 这个是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我只是说 其实有一个媒体在问我的时候 我说 我想跟你讲 我很想再活一百年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好多事情没做完 我想写小说 我想回去种田 我想干啥干啥 我什么都没做 我很多事情还没做 好 所以我想读更多的书 想去把博士念完 好等等等等 我想干的事情很多 那你知道 我在大学教课 你知道我在教大有课程 然后我跟我是冯甲的特约讲座 我在冯甲开课是校长跟我一起看 哦 你知道他怎么看 嗯 他后来看到我的课程啊 因为他太邀我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大概要什么 他说 都给你都给你 对 他说 我找48个学生 加24个教授一起参赛 还要把它变成经典课程 让冯甲的学生 before他们离开校园之前 就知道电子业怎么一回事 这是很务实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对 台青交根本不够用 那你就去逢甲去 你在那边加的 好像就交供应链吗 对 供应链 跟产业研究方法 嗯 我老觉得美国对我们也是不怀好意 待会我们聊一聊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谁对我们怀好意 对没有 对没有 我从来也不会指望 谁会对我好 第二个 我们是homless 我们对群事链都没有伤害 哈哈哈 讲有好有坏啊 对啊 有好 所以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 黄金雅黄社长来聊他的书 跟聊他这个书中 非常重要的内容 待会我们会聊啊 他书上其实有讲了一句话 他觉得老共十年内 其实不会犯台的 但他的确啊 中共这个军机 一天到尔绕绕去 我们是要好好谈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先讲到 刚刚讲韩国跟日本 互相这个不来往的 然后互相讨厌对方的 这对我们有好处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找台积电嘛 日本也有联电的合作案 对对 所以你会知道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半导体产业 因为日本现在没有最先进的 生产制造的工厂 对 所以他找台湾合作是必然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汽车产业 你知道传统的燃油车 传统的汽油柴油车 大概半导体是50颗 电动车是150颗 你会开始发现说 诶 每一辆汽车里面 半导体产值越来越高 嗯 那如果他有差异化的时候 嗯 很多元的时候 日本自己也供应不了 嗯 他必须找台湾合作 嗯 所以台湾占有一个非常好的 战略地位 嗯 所以日本跟台湾的合作 我认为会越来越多 嗯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他们在看台湾跟美国的合作的时候 他也有不同的角度啊 嗯 如果台湾把所有的资源 放到美国 嗯 可不可行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 你知道半导体的工厂有 我们可以称为GIGA5跟MEGA5 这两个不太一样 嗯 MEGA5就一个月 两万片产能的 嗯 GIGA5是十万片产能的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台湾的四个工厂 台积电都是 GIGA5 嗯 去美国那是MEGA5 只有两万片 哦 好 所以别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幸有不幸 就是我们的土地小 嗯 所以我们的工厂是compact 是那种 非常精英密集的那个 包括我们的管线都是地下管线 嗯 所以我们的效率比别人好 嗯 所以 为什么张东盟很有自信的说 台湾的台积电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嗯 在生产效率上面是举世无批 没有对手 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 嗯 好 再来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台积电现在有六万个人 嗯 我所知道台积电研发人员将近一万人 嗯 全世界没有一个公司 能够把这么多你知道台积电去年四百五十五亿美金的营业额 他投入了四十到五十个percent的资本支出 嗯 从他的营业额里面全世界没有这么高 嗯 你要知道台积电的营业额哈 晶圆代工的营业额大概是三星的三到四倍大 嗯 意思是说 三星你把所有的营业额拿来做投资最多就跟我一样大了 嗯 好 因为我比你大三倍 嗯 第二个就是说 研发台积电的投资大概是百分之八 嗯 嗯 那意思是说我比你大三倍嘛 嗯 你至少投资个二十五个percent才能跟我比嘛 嗯 好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行的 嗯 所以呢短期间之内 我们有可能说啊一两个制程哈被韩国的超越有可能 嗯 但是很快就可以把它抢回来 哦 因为我们的研发实力是比较好的 可是我跟韩国啊跑的也很快啊 你说这个美国叫台积电去美那个设厂那台积电也必须去嘛 对对对对 那不管是有没有政治压力他就必须去嘛 那你刚讲低阶一点我觉得OK 可是现在新闻出来咯 就是台积电的劲敌也来了 这个三星电子呢 这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新厂也要落脚在德州了 不用怕了 我就跟你讲就到美国的厂因为美国人的好处土地大嘛 哦 他工厂不会盖的我们这么密集这么有效率嘛 嗯 第二个人在台湾手上啊嗯 我们也不可能派一万人到美国去啊 是啊不可能 那我们的我们的压力反而是说台积电六万个员工当中真正的精英可能两三千个人 嗯 那我派到德国派到那个德州的那个那个到底要派多少人嗯 两百个人三百个人那个当然对台湾的工业实力会有影响 嗯 所以我们怎么去培养更多的人这是一种想法嗯 第二种想法就是把门打开吧嗯 就是哎我们找印度人进来我们找亚美尼亚人进来我们找不同的国家人 就我们需要更多你你可以想象念double in念电子电机的嗯 全世界有好工作的国家只有五六个耶嗯 好就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美国嘛对对对 那那西班牙念电子呢 德国呢德国也不见得很好啊 好意大利呢 我们为什么不去讲我们最近不是跟立陶宛很好吗嗯那立陶宛就是请他每年送五百个人来啊嗯 大家都想要台湾的半导体你来学啊谁怕谁嗯 就是你如果你的infrastructure你的基础环境条件是好的嗯 好那我们不想害怕呢嗯所以大家都在看哈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跟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对我跟你说哈好大陆的大陆的半导体产业的半导体市场的消费金额大概是全世界60%嗯那里面大概三分之二是自己的公司嗯啊可能是小米啦华为啦啊联想这些公司消耗掉的半导体嗯那另外有三分之一是谁� 黄埃光达人宝嗯三星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汽车里面你现在可以发现说引擎你可以少摆你是23的所以引擎里面很多零件都不用了嗯所以汽车会越来越好做所以跟你打包票印尼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都会搞汽车嗯那他所需要的解决方案找哪里找台湾人嘛嗯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半导体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要卖到东显南亚去了所以华航来找我啊嗯华航也需要知道整个运筹体系他将来怎么去规划这个事情啊嗯 嗯所以举例来讲就是说那那桃园要不要来问我嗯那桃园地区的运筹体系我们的for order这些公司有两千家呢要吧要不然就是飞机要不然就是货运要出口出港那那那他们都不来听课我能怎么样哈哈哈所以书也不看啊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不能逼人家赌这个事情啊你你作为一个专业公司你一本书三百块你不愿意花你到你到这家干嘛哎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听以后我就对台湾充满了那个那个不然呢希望哎 因为我之前都很忧虑啊我工作了36年我跟你讲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美好的未来十年那你为什么说未来十年老共不会打我们呢他这样子绕军机是什么态度经济学人难道是呃胡说八道吗你认为经济学人比我懂半导体吗呃但他对于政治的情势没问题哈对于政治情势的判断我们的确是比较靠美国啊没关系嗯政治情势的判断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以尊重嗯但我讲的是半导体哎可是社长形势比人强啊没关系我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现在我现在就讲哎那你为什么不想我们半导体在够强强到可以把头顶出来嗯你谁怕谁嗯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的美国叫你交专利你交不交把你抓去关你有没有做过有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讨论他就把你抓去关有嘛没关系嘛对我今天反特我知道我都知道嗯 嗯你就把你抓去关把你抓起来你讲的每一个我都认识他可以忙他哎你看老共也不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狠角对啊但我当然知道你看他他很你看你看你说这个我就跟你讲了哈这难道不是杀鸡锦猴吗当然知道但是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哎他就可以这样子处罚你耶当你不可或缺的时候啊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或缺 人都可以被取代药我就告诉你只有半导体我也没看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未来十年的产业结构非常适合台湾的产业形态特色所以未来十年如果不打仗如果不打仗的话台湾会做黄金十年因为真的现在才我就跟你讲我工作36年了我没有这么乐观过那你看我们不要讲台积电好了我们讲大力光做这么好听我说不要你就是不要你那是另外一件事哈 你不够我不够强吗我也给我顶出去啦我都已经这么厉害了你为什么不想养套杀嗯哈喽你为什么不去想另外一件事情你你你不准美国做套子给给中国大陆嗯你知道Apple很坏哦没有一个好东西啊超坏的没有Apple现在采购人都是 都是印度人 是啊 很多人告訴我 他們就節者而已啊 他不鳥你啊 你能怎麼樣 那你要不要不要做嗎 我告訴你可曾為什麼不幹 可能是覺得條件不對啊 他不幹啊 那我大立光口袋多深 誰怕誰 你為什麼不這樣想 會倒的是大陸的那些公司 我告訴你 好 東方之盾 好懷懷理財生活通我是蝦雲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電子時報 Digi Times的創辦人啊 黃清雄 黃社長 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他的書 也聊聊在書中 還有書外他的一個觀察 他剛講過了 他到處都在演講 所以我們是聽到賺道了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臉書 臉書粉絲團當中 同步的看到直播了 剛我們也提到一個問題啊 也就是說 當然每一個國家 都是為自己的利益 我從來不指望誰對我好 我只是希望自己對自己好 你對別人有盼望 那是你自己笨蛋而已啊 可是你說美國這麼大 政治力凌駕於一切之上 如果有一天 這個美國說想把你抓起來去關 你就被抓去關 然後呢 美國逼你交出專利 你也必須要交 那該怎麼辦呢 美國就這麼大 你這樣講啊 好像台灣完全沒有回應的能力 但我從另外一角度就是說 台灣為什麼台灣 can help 這件事情 政府有政府的講法 那我的講法是說 Harmless 因為我們對全世界沒有傷害 對 我跟妳講的 印度印尼 菲律賓馬來西亞 越南這些國家 只要想搞汽車的 他不找我們找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美國要讓中南美的移民 停在墨西哥好了 他最好的辦法 就把台商找去 搞大量製造 他就有很多就業機會 他可以留在墨西哥嘛 第三個你知道嗎 今年為什麼很多工業國家的經濟部長 工業部長會跟台灣聯繫 因為汽車缺貨嘛 汽車零件缺貨 那你知道嗎 在美國 德國 日本 韓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包括墨西哥 他們國家的GDP都有7%到10%是 汽車工業的貢獻 第二個 汽車平均壽命是11.9年 所以意思是說現在車子出不去了 就11.9年沒有汽車了 那我現在告訴你去年全世界的汽車 今年大概7100萬輛而已 成長只有3-4% 理論上去年COVID-19銷售會跌 那今年因為零件缺貨 所以沒什麼長大 我們要回到8200萬輛 過去2019年的高水平 大概要兩年 好 那問題來了 很多的傳統汽車改成電動車 比例越來越快 速度越來越快 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台灣的角色你要注意一下 就2023年那個鴻海的董事長劉洋偉說 我們的車用電子會在2023年放量 好 然後我們那個很保守的台達電 董事長海英俊也說 他說我們即將從2023年進入跳躍的新時代 這台達電曾經講過這種話嗎 你沒聽過 沒有他很保守 他們很保守 然後你開始想像一下 就是說 台達電這家公司 如果告訴你 我會有跳躍性的傳達 他會從哪裡來 他不可能是從電腦來 他一定是能源 汽車 這兩個是主力 然後呢 我們台灣公司慢慢學到了 怎麼去跟人家對話 比如說 台達電的創辦人 正從我講過一句話 我非常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他說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大電源供應器製造廠 只要我們工廠 我們公司的產品效率提升1% 全世界就可以少一個核電廠 核電廠 那多偉大的一件事情 好 另外我上一月我去看那個大同 大同的新任總經理何春勝也是我好朋友 他說請我來幫我看一下 我說好 我就問他 我說你覺得大同對台灣 最大的貢獻 他說每個人都講大同電鍋 我說 你這樣講就low了 我說我告訴你 1960年代青年代 我們的長輩 可能在夏田去種菜 然後回來還要燒彩煮飯 或者我們在檀子加工出口去 男子加工出口去做女工 起腳踏車回家 還要燒彩煮飯 至少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對對對 我說你們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是每一個家庭多了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休閒的時間 家庭生活 你有時候不想這個事情 而且黃金時間 晚上的六點 你為什麼不這樣想呢 我說大同 1918年成立的 他超過一百年 1918年什麼年度 世界第一大戰結束的時候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的問題 日據時代的問題 國民黨 威權 民進黨 什麼什麼 反正他經歷過好幾個政權的移轉 他活的耶 我們為什麼不去讚美這樣的公司 我們想辦法讓他活的更好一點 然後你知道嗎 大同現在產品 他營業額百分之九十二是內銷的 我們開始想像 互贈系統是他們做的耶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對啊 所以我們要去感謝 雖然他現在經營的有一些理由 但我們開始想像 我們怎麼讓他活的更好一點 大同在台灣有一百五十幾個門市 我現在我建議他 我說你要不要跟職業學校合作 讓職業學校的學生來幫你修電器 將來變成智慧家庭的入口 因為我們家裡最痛恨 水電工不曉什麼時候會來 如果你水電出問題 對不對 你不曉得定價 我說大同為什麼不做這個事情 你開始想像一下 這種program 你對社會的貢獻 我們不要老是在談營業額規模 我們要談負加價值 我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 我們家不是在談ESG嗎 environment social 跟governance 就是公司治理 社會的互動 所以我開始在想 我這家公司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 我們員工的薪資比例對不對 結構好不好 你要開始去理解 因為我很幸運 就是我們公司的辦公室 是在台北市政府的資產的大樓裡面 市政府去年有補貼 就是你如果COVID-19你受到影響 他補貼我忘了不要 百分之四十還多少的租金 結果我們公司省了大概一百六七十萬台幣 我就把人事主管找來 我說你覺得這個錢我們應該賺嗎 我們公司賺錢自己賺啊 不需要政府補貼 然後第二個 政府為什麼給我們這種錢 要激勵經濟嘛 我說你想辦法想一個program 一百六十萬發給員工 喔 但是要合理 結果你知道嗎 好好喔 你看那邊已經暴動了 我人事主管怎麼跟我講 你聽得更好笑 人事主管跟我說社長 我們來規定 休假使用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才能領錢 嗯 就是你休假越多領的越多 你幹不幹 喔 你這樣我們真的沒辦法再講下去了 哈哈 所以我很開心啊 因為對我來講齁 就是說我努力工作 那我不會覺得我說我截責而餘 我什麼為父不仁 我不要說我沒什麼感覺 我就很認真工作 那我把我知道了跟大家分享 我每年寫一本書是因為我覺得那是我的工作 因為我是台灣最資深的電子產業的分析師 嗯 我工作三十六年了 嗯 我很幸運因為台灣電子業夠強 我才能長大 嗯 電子業不好我也不好 嗯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演講 才跟所有的六百多個人 那個現場的聽眾講 我說電子時報的mission 我的任務是台灣產業的繁榮 是 可是大同電鍋當然全台灣 我們大概希望每一個人都有一台 那不就是哈 兩千多萬台 可是現在如果要賣手機 或者賣汽車 那至少可以賣幾十億啊 全世界啊 那我們怎麼只在台灣 就覺得很開心就好了 不不不 我們產業的分工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知道嗎 韻芬你知道嗎 嗯 去年年底那一天 台灣有八百零五家上市貴的電子公司 嗯 我們加起來是七千九百五十億美金 嗯 今年我查了一下 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 我們前七大公司的營業額成長是13.3% 對 好 所以今年有可能超過九千億美金 明年就破照了 對 今年的業績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約討論更多 好 好 那我問你 如果有一天真的啊 美國叫你交 你是台積電 我叫你交專利 你交不交 我叫你交客戶 你也得交啊 我 一芬你不要這樣問我 我不是怕你問 嗯 說AIT真的有來找我 哦真的假的 我找了四次 嗯 他問我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比你更懂公益鏈 嗯 我說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他們知道意思 當然知道 好 第二個 我說你們問錯問題了 他們說好像我們問錯問題 嗯 好 那我的問題你既然問錯問題 我怎麼答覆你 哦 我怎麼答覆你都 你都不滿意 哦 因為你連問題都是錯的 哦 所以 我是專業 你相信我是專家 走總在那邊 我也是這樣跟他講 說你根本不用答問題 嗯 他根本連問題都問錯 你認為美國國務院 一定比我們當 你認為Bloomberg 一定比我們當 我才不相信這種事 我打過世界級的戰爭 我幫他那麼上課 你搞錯了 我不是聽課的 我是幫他上課的 欸 我跟你講你穿皮鞋的 就怕穿那個布鞋的人啊 他如果來蠻混來 那就是不是我的市場 我解決不了政治問題 那不是我的工作 嗯 我只能跟你講半導體是怎麼一回事 面板是怎麼一回事 你如果問我這種問題 供應鏈的變化可以 我可以答覆你 政治問題我答覆不了 那不是我的工作 嗯 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agenda 那個不是我的事 嗯 你問我也沒用 我只是一票而已 嗯 我們不能老是把問題 都歸解到政治問題 產業的角度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說從產業的角度 因為我們無可替代 對 如果你沒有你做不了 對啦 那你從這個角度討論 那我們就有我們的立場 嗯 跟角色可以扮演 嗯 對不對 如果談政治我們就聽美國了 我也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啊 那為什麼啊 因為你選擇自由生活嘛 嗯 你只能這樣說吧 嗯 那您說什麼 嗯 因為你就怕被 跟彭帥一樣啊 你就怕碰到這些問題 嗯 對不對 張高麗有見過啊 我見過啊 哈哈哈 我見過啊 我幫他講過課啊 啊 你見過啊 我幫他講過課啊 啊 我是跟江明君去 我就是負責做一個簡報啊 他在地下廳而已啊 啊 沒有很特別啊 我只是見過他而已 跟他同一桌吃飯啊 看多了 好 我就說 我工作36年了 這行業裡面頂尖的高手 微軟總裁算不算 算啊 我幫他上課 我也幫他講過課 嗯 誰怕誰 嗯 好 我們持續跟我們黃金友黃社長來聊一聊 我們那個啊 好多人留言啊 黃社長好帥好帥啊 黃社長欣賞您的一人之遠見級看法 太棒了 每次聽到都覺得 對台灣信心十足 我很高興聽到大家這樣講 嗯 明芬你知道嗎 我光今年在大學講課不少於30個小時 嗯 因為我不希望年輕人躺平了 對 因為未來十年是台灣電子業的黃金十年 年輕人趕快醒過來 嗯 我們機會太多事情做不完 嗯 不要再睡覺了 嗯 為什麼你說未來十年是我們的黃金十年 我先告訴你哈 嗯 台灣產業今天長這麼大 嗯 跟2000年以後 WTO有關係 嗯 因為兩岸都加入WTO 嗯 所以我們就把很多的工廠搬到大陸去 然後我們就大量擴張 嗯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的廣達一個月可以最高紀錄做到600多萬台的筆電 如果是在台灣做根本做不出來 嗯 我們沒有那麼多工人沒有那麼大的土地對不對 嗯 所以因為有大陸所以我們擴大了 嗯 那大陸也因為台灣的關係 所以它的產業基礎的條件成熟了 嗯 好 所以這個過程呢 中間正好碰到2000年以後 你知道Internet Bubble 網路泡沫 對對對 好 網路泡沫到2007年開始慢慢恢復了 欸結果又來一個金融海嘯 嗯 所以你還記得這個事情嗎 嗯 那我現在告訴你 2008年的金融海嘯的時候 美國的失業率是4.7% 嗯 然後又漲到14點幾 然後又回來4.7% 花了7年 嗯 所以那7年當中 美國人消費行為是相對保守的 嗯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還記得嗎 iPhone出現的時間是哪一年 2007年 嗯 嗯 iPhone出現以後 全世界手機的利潤 三分之二以上被 蘋果拿走了 嗯 所以你只要接到蘋果訂單 那個叫瓶蓋股 啊對 你就賺翻了嘛 對對對 做筆電一樣 你接到HPDELL的訂單 你也賺翻了 嗯 所以那是TOP DOWN的時代 嗯 你接到OEM訂單你就賺了 嗯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是萬物聯網的時代 是Button Up 由下而上 嗯 欸你會發現說 電信公司開始跟我們買 電信公司要開放的主網 他不要整套的 嗯 他說要因為投資5G 投資5G的成本是4G的1.7倍 嗯 但是5G可能每一年 那個營業額只增上1-2% 嗯 所以最後一個辦法COST DOWN 嗯 所以降低成本 降低成本的時候 我就去跟台灣買那個網通的設備 把它兜起來就好 我就不要買名牌了 嗯 就開始變成DIY 電信公司的DIY 嗯 或者是你會發現說 欸 我其實COVID-19之前 我去菲律賓馬尼拉講課 嗯 我跟誰同台 跟菲律賓的科技部長同台 哦 我講完了他也在聽嘛 嗯 聽我講我說欸部長 我可不可以專訪你 我就因為正我一個人在而已 我說欸部長 那個部長叫Riles 好 我就跟他訪問了一個多小時 嗯 我就開始跟他問啊 欸你們 我們這個電信網路的佈局 策略是什麼啊 手機怎麼賣的 手機產業怎麼建立起來 對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期待跟想法 嗯 我們就問了一些這些問題 嗯 你知道嗎 臉書在那邊搞很大的Data Center 嗯 臉書的伺服器跟誰買 跟台灣買啊 嗯 你知道全世界的伺服器 百分之九十一是台灣人做的 嗯 好 所以數據中心 伺服器的產業 它大大大致上跟筆電是同在一起的 嗯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是放在長三角 嗯 但是我們的長三角的筆電工廠搬到重慶成都的時候 伺服器沒有去 好 現在美國要求伺服器 他們要的伺服器不能在大陸做 嗯 所以他們就搬回台灣 嗯 或者搬到其他的國家去 嗯 所以現在結構在改變 可能有三分之一會搬出來 嗯 所以大家需求就會改變 結構會改變 好 現在台灣就像你講的 我們不太有太大話語權 嗯 但是呢問題是 好像只有我們會做欸 對 所以他只能找我們 因為量很大 你不能出錯 對他們也不願意負擔額外的成本 嗯 好 所以整個結構有點綁在一起 所以 回來講就是說 今年二月的時候拜登上任一百天 嗯 他不是 他在白宮的網站上面貼了四個字 嗯 哪四個字 半導體 吹用電池 稀土 嗯 跟藥品 哦 他說美國要重新有意義的掌握供應鏈 嗯 好 那問題來了 台灣人對供應鏈以前 不屑一顧 嗯 反正我們很厲害 嗯 你也不用花太多力 好我們就講人家毛山道士啊什麼什麼 好 好那現在問你 毛山道士存活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不能犯錯 哦 你一錯就是一百萬台就不見了 或者五十萬台不見了 或者零件買錯了等等 那問題都很大 嗯 所以我們台灣不犯錯這件事情 台灣是很厲害的 嗯 好那你不找我找誰 嗯 好那我問你嘛 印度想買的PC會是很貴的PC嗎 不會 當然只能跟台灣買 要不然他跟誰買 嗯 有可能跟大陸買 所以大陸的很多的平板電腦啦 手機啦就到新興國家賣掉很多 嗯 好那現在問題 美國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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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零件給你管制 或者幹什麼給你 給你扯後腿 嗯 所以大陸要出去賣以後會比較辛苦 第二個 就大陸的國家形象他必須去改善 他如果不改善他壓力也很大 嗯 因為可能在國際的商業行為上面 他會受到一些抵制跟限制 嗯 這個也是大陸本身的壓力 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理解 大陸以後的GDP年均的成長率不會是五 不會是六 可能剩下三的時候 他的壓力會有多大 嗯 所以我們開始要理解 這個世界正在改變 嗯 我們已經成平了五六十年了 所以我們不會那麼幸運 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那麼好過 嗯 我們已經混了五六十年了 好 所以我們開始要面對一個比較艱困的時代 比較可能有衝突的時代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他 所以我很重要的一個觀念說 第一個 讓社會理解這個事情 運分 我們是好朋友 我來上你的節目 我很樂意跟朋友們講 嗯 說我們打開眼睛 讀讀書 看一下未來 對 理解一下世界的改變 那不要老是抱怨 說啊誰賺了多少錢 啊你看台積電一拿就五百萬劑的錢 出來買疫苗 他不賺錢他能這樣做嗎 嗯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那電子業的老闆通常啊 一般來講他教育程度是不錯的 當然 學歷很好啊 那這些人呢想想說 欸那我賺那麼多錢到底要幹嘛 嗯 所以開始也會想說回饋社會吧 嗯 你看鄭崇華做的多好 嗯 所以我們很多老闆是很優秀的老闆 嗯 對不對 那黃海也捐很多錢啊 是啊 所以他們在捐錢的時候 我們不要給他貼上很多的標籤 我覺得大家大家負責任的一點 就如果你知道的你當然可以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想當然爾的事情 嗯 人有很多的面向 我跟郭台銘很熟 嗯 他也會找我吃飯 我去他家吃過很多次 嗯 他在問什麼問題 我大概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麼 嗯 他至少問你也是規規矩矩的問題 哦 規規矩矩的問題 然後我們問的問題呢 就是不會問問題 然後會打錯問題的 我們待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特別是我想要給年輕人一些答案 真的就是要給年輕人一些想法跟答案 我們先休息一下靜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他還是很心細於他的事業嗎 還是更心細於社會跟國家 我想人的習性不會一下子改變 嗯 嗯 那 他為什麼會想選總統 是他人生 他不是真的想當總統 而是認為說 有些事情要有人做 嗯 他不滿意 他就想去做 一個好的企業家 就是張東文為什麼到90歲的時候 他還願意出來講課 對啊 為什麼 那我跟你講我聽過他講課大概十幾次 那天講的最好 我給他最高的評價 嗯 因為他大概想我90了 以後沒什麼機會 又是這麼大的場子 謝謝大家 所以他那天講的很好 嗯 光是那天講的 我有做筆記 哦 你還有做筆記啊 我不只做筆記 因為我有研究過台積電 所以我寫了十篇 有關台積電怎麼分析他的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那個研發占多少 然後那個每一毫米 每一平方毫米 裡面有幾個電晶體 我通通研究過 所以我不是那個江湖樹氏 嗯 好 讀兩篇文章就跟你講 我是台積電 不可能 我搞了很多年 嗯 36年功力耶 開玩笑 我覺得這個其實 也滿有樂趣的 因為台灣才給我這個條件 台灣缺電怎麼當 那是大問題 我對這個事情是有想法 那真的是大問題 我覺得你的演講要往這邊來探討了 這台灣缺電的問題 那你必須 我先告訴你 台積電一個團隊 應該在12月10號可以來找我 嗯 他們也想知道電子業對電的看法 對啊 那我的問題是 到底是專業人說了算 還是老闆說了算 那如果老闆說了算 你再研究也沒有 老闆已經決定了 對啊 我們碰到的問題是這種問題 那到底要聽林毅雄還是聽我的 我們都是宜蘭人 我認識林毅雄 我認識林毅雄 你知道這種問題 那沒辦法 他是神啊 我不是啊 那我能怎麼樣呢 但是 因為我要跟你講 核能火力發電是精英能源 好我們持續跟黃社長來聊一聊 因為我們想要給年輕人來一些想法 我們其實台灣要好 當然除了企業然後科技的實力之外 我覺得我們真的都放眼在年輕人 他們未來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那其實我們上一段我們有聊到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 可是現在又看到未來十年台灣年輕人有很好的一個出入跟想法 可是我看到你前不久的演講 就是說好像台積電跟你要人啊 要這個九千人 你說開什麼玩笑 我台城清交都給你的話也不過六千人啊 那台灣的人才要怎麼樣的一個培育 台灣年輕人要何去何從 你可不可以給年輕人一些想法 我覺得 一個企業如果他的獲利營收主要是來自設備 那人的價值會降低 好那第一年進去你是人才 十年以後你可能不是人才 另外一種以事業模式就你現在比較小 但是都是靠人的靠知識賺錢的 你現在可能比較小 十年以後你可能變得很大 因為你真的都會 因為你的人的能力價值在提高 所以這是人的選擇 就我不能告訴你說去台積電一定不對 或者你到我公司來一定對 沒這回事 只是每一個人因為性向選擇 我可以告訴你 我1985年加入資冊會的產業情報研究所 我是20個第一代員工最小的那一個 年紀最小 地位最低 但是幾年以後我當家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比我優秀的都被挖走了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說成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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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練了 我就很幸運了 我三十五六歲就帶領台灣最大的產業智庫 資冊會的產業情報研究所 90年代我是老闆 我那時候才三十幾歲的 你認為我qualify嗎 沒有 我不敢說我自己成熟到 我可以幫張忠謀 施政龍苗峰搶他們上課 但是呢 就我啦 因為沒有人比我帶領團隊更大 那是我的責任嘛 我的工作 我的mission就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太幸運了 你知道為什麼 台灣飛躍性的成長 第二個在我當老闆的時候 沒有Internet 沒有手機呢 所以很多老闆就直接打電話找我 所以 前兩天那個唐香隆募我 他說你募資怎麼募的 我說 我沒有去募啊 我只有打電話他們就給我錢 哈哈哈哈 因為都認識嘛 都認識啊 根本就不用募也不用打電話 直接就送我來了 有有有 我有幾個比較資深的前輩投資我 我有去看他們 張忠謀我也去看 施政龍苗峰我也去看 其他好像胡定華我也去看 嗯 其他大部分就是 欸打電話 我說欸某人我要創業 他說啊你要多少錢 我說我要多少錢 他說好啊帳號幾號 我說欸我做什麼 你不知道欸 他說沒關係 你投什麼我都 你做什麼我都投 那你知道我不進出股市 對 嗯 我不打高爾夫球 我以前會打 但是我覺得太花時間了 我需要一點家庭生活 我需要讀書 我需要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我想了半天我就放棄吧 嗯 所以我的運動就是騎腳踏車走路 大概就是做這個很簡單的運動 所以我覺得 我這樣已經六七年大概就是這種生活 但我覺得欸這樣也挺好的 所以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或是因為你的年紀 第二個我公司現在有將近兩百個人 但我的幹部很好 你知道我們公司的員工 嗯 三分之一是台青教程這種學校畢業的 哇 我們比例很高 嗯 我們今天辦那個年度研討會 我們的研究中心的總監是台大資工所的 副總監是清華公公所的 你說你們今天五百人啊 五六百個人 我們今天四百人啊 喔謝謝 嗯 這今天也很重要 對 不過我們兩個不同的市場區隔 我覺得很好啊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 電子產業變對的問題 好那我現在告訴你就是說 嗯 你會不會很驚訝 我們公司的Sales有五十六個人 但是三年來沒有人離職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Sales從最沒有經驗 開始累積到真正發揮最大的價值 可能是十年 因為他開始有經驗了 他可以去 有能力去銷售知識型的產品 對 他對公司的價值很高 嗯 所以我們公司Sales待遇很好 嗯 那他們都很開心 所以沒有人想離職 欸所以你要鼓勵很多老闆要大方一點啊 是 所以我我剛剛為什麼跟你講 旺型的 中廣型的 對 哎呦中廣型的 我們應該講中廣型 嗯 我們要讓中間的人 因為 大家知道齁 現在精英社會 嗯 真正的精英階層 嗯 在美國 你年收入五十萬美金以上 才能進入前百分之一的年所得人 嗯 但你知道這跟一百 他們幾乎是現代的貴族 同意吧 嗯 但是現在貴族跟一百年前貴族有什麼不同 一百年前的貴族 靠土地跟工廠賺錢 嗯 所以他們不必打工 他們只需要打獵就可以了 對 所以他們很舒服 對 好一百年以後的精英 你會發現不是一 不是這麼一回事 嗯 這些精英每個禮拜要工作六十個小時八十個小時 你去問會計師 你去問律師 嗯 A咖的每個都是七八十個小時 嗯 所以這一群人呢 他在道德上面 他有他的高地 我沒有問題啊 我認真工作時候 我賺到我該賺的錢啊 嗯 好那現在不是精英的問題 現在是中產階級消失了 因為中產階級很容易被電腦取代 被系統取代 對不對 所以全世界最沒有前途的行業 是哪兩個行業 你知道嗎 第一個記者 第二個伐木工人 伐木你同意吧 我同意 但記者我不同意 好那我現在告訴你嘛 嗯 好第一個 我家裡開巨木工廠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家裡在宜蘭開巨木工廠 所以我們 我們最後只要關門 你有很多秘密我都不知道 我們最後沒辦法只要關門了 我們已經關門了 我們的巨木工廠已經結束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記者 我公司有很多記者 那我現在告訴你 蘋果 最好的時候 大概是20032004年的時候 他可能有將近200億的 台幣的蘋果日報 嗯 對啦 好那你看他看到 他現在比把紙本收起來 嗯 所以你要知道 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Google Facebook跟澳洲政府打仗的時候 澳洲政府說 你拿走了 他說關Google拿走53% 嗯 Facebook拿走28% 澳洲的廣告 他們兩個就拿走81% 對啊對啊 那請問一下台灣怎麼活 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你必須找到不同的方法存活 我公司還是活得很好啊 嗯 那我為什麼可以請到這麼多台信交的 嗯 我們的我剛才跟你講 我們總監是台大資工所的 嗯 研究中心的副總監是清華的 嗯 他底下一個經理是台大電機研究所的 嗯 我們沒有比較差 嗯 嗯 所以這一批我用最好的人 嗯 他可以創造更高的價值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剛才跟你講 台灣光是上市櫃的電子公司 明年就可能到一兆美金 一兆美金他只願意 如果他只要願意花十萬分之一 百萬分之一的錢 在我們公司買報告 買買廣告 買行銷的活動 我就賺翻了 我告訴你 嗯 台灣夠大 嗯 第二個就是說 我講這個行業市場好像很好 很多人會不會進來搶 嗯 沒辦法搶啊 我老實說誰怕誰 對啊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真的要把我幹掉嗎 把我幹掉對社會有幫助嗎 如果沒有 你為什麼不join我 你就結合我們 我們把這個市場擴大 讓大家有好的工作做 所以這是社會責任 就是說企業 你問我嘛 這些企業家為什麼要擴大 企業家擴大不是為了他需要更多的錢 因為我們真的生活沒有什麼太大擔憂的 所以現在開始想 我如何讓我的幹部有更好的收入 我讓社會有一個好的典範 那第二個 我不必用全部是台青椒的 我有一半 嗯 我可能是中間的學校 他們交一下就會了 對啊 你為什麼不給他機會呢 你對啊 你要那個倡議一下 我們公司活得很好啊 所以為什麼剛剛跟你講 我很有資金跟你講 我們員工已經連續四五年 特休價使用率都超過95% 非台城青椒的人多啊 很多啊 對 我們也不少 也不少那還好 我們也不少 我們活得很好啊 所以我也很喜歡他們 所以我在公司不會罵人的 你知道 你不信你問我 我才不相信呢 你看起來我看起來很兇 哈哈哈哈哈哈 無路而為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一定的專業力 他們很怕我叮他們說 欸你這個數字少一個零 一看就知道 你為什麼少一個零 哎呦 這樣算罵人嗎 算 哈哈哈哈 然後問我說算嗎很兇 算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可以用到 你知道我的秘書有兩個壽司學位 好啊知道啦 知道啦 對啊 欸今天時間真的不夠了 對啊 開心就好 好 可是人家說你一年來一次不夠 欸 看你怎麼你不邀我 我也沒辦法 我也不能說我要來啊 哈哈哈哈 謝謝喔 黃社長 謝謝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喔 我喜歡